那我想要問的是我一直很疑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國家環境計分法23條是上市要以非核家園為法定目標 而且這個法律從民國92年12月定到現在已經快要滿10年了 就是說一個國家這樣長期的零肉分離他的法律說要非核家園 然後他的行為完全都沒有想要非核家園 甚至我知道原能會還有做過一個報告要研究如何把這個條文拿掉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是你的法律制度是這樣子 然後你的政府行為是這樣 那你有什麼樣的看法跟建議 麻煩你短一點 我其實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有點想要問那個張老師 因為張老師剛才其實裡面講到一個東西就是那個科技的私有化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其實對我們衛生律是公民行動民 那我們在這個行動的過程裡面其實感受很深刻 我舉個小小的例子還有不好 小小的例子 比方說上上個禮拜有一個日本的學長小出獄章來台灣 那他裡面大概提了一些核能可能帶來的災害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問題 那台電非常快的時間就出了一篇聲明 博士他並不具備專業 他不具備公信力 可是同樣的狀況可能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其實就發生了那個國會裡面有一個蔡振元 立法委員 他其實他講了一個話說 如果我們把核四轉換成天然氣電廠的話 那個因為電費差了七倍 所以我們捷運會高出了 就捷運的票價也會漲七倍 這當然我們一聽 很commasense就會覺得這是一個荒謬的言論 可是像在昨天我們就遇到一個台電的處長 那就跟他講這事情他其實也非常的不同意 他也覺得當然他也不同意蔡振元委員這樣的說法 也覺得這很離譜 可是當你在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發一篇生命稿來駁斥這個說法的時候 他就會說我們怎麼會做這個事情呢 就是說你非常的感覺到這個科技本身 被他私有化拿來作為他去對付異己的工具而已 就是同樣的這是同樣的東西 對付異己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感覺說關於說公民的參與的制度 有沒有辦法進入可能的決策 我其實是有點悲觀的 那我這個悲觀就是說 我其實想要問的事情是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例子 或者是有說把這樣的技術 從一個私有化的狀態裡面再公共化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技術和科技 不公共化出來的狀況下 你要去談任何的公民社群的參與 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其實大部分都變成只是一種資訊的施捨 然後或者是一些決策空間的施捨而已 那這是我想問你 有沒有像國際上有沒有像這樣的例子 或者是一些這樣的看法或做法 謝謝 OK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三點半了 然後原來我們到四點有一個Coffee Break 所以我建議如果有人Complain的話 我可以我可以看一聽 兩點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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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I'm sorry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I will be very short in fact I will be very short in fact I'm not saying that surface storage I'm not saying that surface storage I will be more accepted than underground disposal but because it's not my problem in fact that the solution for nuclear waste be accepted I'm just saying that according to me It is more democratic to have a decision And a technological solution That could be revised in the future Than a solution that is already done And on which we can do anything That's all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I think that As the surface storage is always considered As a non-definitive solution It could lead to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t could keep the problem of nuclear waste In front of us In fact That's according to me That's two qualities of this solution If you compare with a technological disposal From a tec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Only that's a personal opinion Thank you Thank you I don't wantń Oh me Give voulez I want my iff And where You know You know Don't you all Crywood Perfect 家 ale 건데 劉 甚至 所以有機制或管道 但是不然行刺 那當然社會運動這部分 也有說非常的強大 能夠去形成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才會 我覺得你講到那個脈絡 我覺得確實可以加到前面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好像比較說制度化的層面 那針對毛巫師提到這部分 其實我覺得那個機構一方面要有法制化 它不以它那樣的地位 但其實它能力的建立其實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它能夠在核能這方面的專業 也是它能夠去推動這種審議制民族 這部分的這個機構組成的 我覺得其實是很長的一個學習 當然其實也可以帶動整個公平之外 所以我覺得制度的那個選項 那個發展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討論的空間 當然你講到那個問題 如果說它在立法院之下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獨立機構 也許就可以比較 因為這要預算問題 也許就比較能夠解決 或者說比較就是說那個資訊 如果就要比較遠的時候去公開 然後或是資源分配不對 等人類目前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 很簡單來講 就是說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私有化是不是有可能公共化 那這個其實在美國最近幾年也是都有這樣的議題 那特別是像 Cherard Desno 他也出了幾本書 那大概就是他談就是說 是不是這些 處理根據正義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靠哪些的方式 那其中有一些他講的方式就是 就是必須不斷的創造司法判例 就是說司法機構 因為某種程度來講就是 科學跟法律 有一些性質上的相似 就是在求證 然後或者說找到那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對 只是說法律最後會要求是 你要做哪一項的 哪一項的判決 比如說要左邊還是右邊 或是怎麼樣 最後的決定 所以 他也有一些觀點說 那就是 這些科學正義 如果被私有化之後 那我們到了法庭的場合 然後一句一直是創造 我想那個Charles在這邊 那個初心可以跟他 我想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行政制度就是要 必須要一直一直一直的調整 這也是他的概念 就是說 像有些 我們也講說 台灣很多什麼的環境會議 或什麼會議都找科學專家 科學專家 就是現在我們就是要一點點 更細的去看他 為什麼找他 那找他的過程是什麼 他是不是都找 他這個行政機關喜歡的 或是說跟他類似的 或是什麼 就是這些 程序上的 一些小小的一些 看起來也是小過程 或是怎麼樣 看起來冠冕堂皇 都找科學專家 但是 這中間運作的 可能性很高 就是司法的 不是 行政上的裁量很大 那這個行政的裁量 是不是要被一點點的找出來 那 這就很多 像那個 FDA 或者是那個 反正就是FDA 什麼之類的 那個 Jason我做了很多這樣子的研究 是可以 可以參考看看的 那 他老師問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脈絡 我也不敢說 是不是社會運動者 什麼問題 但是 我是覺得 這個我個人 這非常個人 就是說 這個脈絡就是那個 單向式的發展觀 就是發展一定要經濟 國際地有景深 然後用新科技來促進 這一個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樣的出路 他哪一天是不是可以沒有辦法恐嚇到我們其他人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蔡真遠那個 但是他會恐嚇你 就是說 如果今天改天然氣 這長七倍啊 那就是說你的經濟 或者說你的 大概就是說很切身的 哪一天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除了政府 或者是這些政體 這些電力公司之外 一般的民眾 可以放棄掉是說 我們問題不在於經濟 就是大家都一直覺得問題在於經濟 一旦一碰到經濟的時候 一旦環保 或者說其他的價值跟經濟衝突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抗拒它 那這個是我個人的 那我們都一直被 我個人是覺得說 社會運動會不會被 一般社會當接受 很多的 有可能 這個只是我個人 就是說有可能是因為 這樣子的恐嚇 是很有效的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可以拒絕這樣的恐嚇 好 謝謝各位 Thank you 超之笑的 來 ž 谢谢大家